復赤云和, 休息所愿, 诸相作义。 为己与彼彼诸相作义时为, 以时为故能作时事。 这是三末西多地的第三课, 坐义及所愿。 这个坐义及所愿是两课, 讲完了。 现在第三课, 休息所愿, 诸相作义。 前面是说了坐义所愿以后, 现在再说明了, 休息所愿, 坐义的一种作用, 一种功德。 说了这么多的坐义和诸相, 算十二相, 有什么用处呢? 是这个意思。 这里分两颗, 第一颗是征。 这一课, 前面说了所愿诸相。 其中的含义还没有完, 所以復赤。 这一课, 又休息所愿, 坐义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所愿诸相的坐义, 要是加以休息的话, 有什么功德呢? 就是这样意思。 这是温, 底下就解释。 分两颗, 第一颗能做事事。 分三颗, 第一颗是标。 为寄与笔笔诸相作义是为。 前面说了七种坐义, 又说四十坐义, 又说三十二相。 这些周相不是白说的, 是在修行音, 在修止观的时候要用的。 这就是说, 那个修行音, 与笔笔诸相。 前面说三十二相。 就是一个相, 一个相。 你能拿它坐所愿镜, 去做一思维观察的话, 你就能够得到四种功德。 以思维固能做事事。 你要能去思维观察的话, 你不会徒劳的, 会成就四种事。 这是标底下马列。 哪是种功德呢? 为寄休息, 如实作义。 这是第一件事。 就是用它做所愿镜。 你能够休息。 休息, 休息。 就是不断地重复地做。 做了一次再重复。 再重复做, 重复做, 不断地重复这样做。 这样做一观察。 这是一件事。 是又能远离所致烦恼。 第二件事就是能远离你所要对峙, 所要消灭的烦恼。 不高兴有烦恼。 不高兴有烦恼。 但是烦恼还是要在心里面活动。 现在要能够, 你能够修着, 比比作义。 比比诸相, 能作义思维的话。 你就能够洗灭所灭出的烦恼。 烦恼就灭了。 这个原因, 我们如果你要做如是观的话, 你应该会感觉到。 比如说是修五恶观。 修这五恶观。 五恶观是个名称, 它有一个内容的。 你把这个内容一句一句, 一段一段。 你把它如实地明了了。 然后在修指观的时候就这样思维。 这样思维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如实地了之了。 文字上说是无恶。 我们就这样去思维观察。 绝对无恶意会更深入地, 更彻底地明白了。 是无恶的。 就是把这件事做成了。 做成了的时候, 就是远比所知烦恼。 因恶而生起的烦恼没有了。 因为由恶而生起的烦恼, 这烦恼不生起了。 因为在你心里面没有我。 所以你不会再因为我而生烦恼。 比如说, 修这个不静观。 不静观不如理作意的。 佛告诉你这样子去观。 这样的眼无分别。 你观它是眼无的。 观它是清余的。 浓乱的。 善坏的。 是膨胀的。 是白骨什么什么的。 这样观察。 观察。 越观察你, 你对于这个不静, 越能够如实了之。 这种了之的印象越深刻。 越深刻。 原来我们的颠倒心因为是清净的, 而引起的烦恼没有了。 这个烦恼不弃了。 所以能远离所致烦恼。 就是印识的清除了, 它就没有烦恼了。 所以要不断地去观察, 不断地去思维。 就是这样意思。 所以, 休息如是做意, 你就成就了如实了之。 成就了如实了之, 能远离所致烦恼。 烦恼同你远离了, 同你远离的远了。 再不发脾气了, 没这个问题, 眼睛不会立起来。 这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个, 要是对了你, 这个病就好了。 是这样意思。 我们没有做如实观的时候, 人也不同。 有的人智慧大, 他看得清楚, 他心里有个反应。 遇见合理的, 不合理的, 也有反应。 我们智慧不够, 遇见合理的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 也有反应。 大家不一样。 同样的境界, 反应的不一样。 但是要是在佛法里面, 你能够努力地修这些如理作义, 就能彻底地把自己改变了。 改变了以后, 就是远比所知烦恼, 一切烦恼都没有了。 一切烦恼都没有了。 所以又能念此作义, 寄予, 令后所生, 转更名胜。 这是第三种。 要能练此作义。 这个练, 练着习, 就是修习的习, 练习。 练习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断地重复。 为了写字, 这个字不断地重复地写, 就是习字, 不断地重复地写。 修行修止观, 观也是不断地重复的观, 是我的。 所说弦也是里面没有我。 就不断地重复这么想。 修不禁观也是, 不断地重复这么观。 修无参观也是这样。 修观寿是苦也是这样的观。 你能这样子练此作义。 作义的时候, 你寄欲。 这个欲是什么? 你后面解释得很好。 作义就是和作义在一起活动的心。 就是心。 作义就是心锁。 心锁法是各式各样的。 那心王是通于一切心锁法。 只要有心锁, 一定是有心王的。 这个欲就是那个心, 作义就是心锁。 你常常这样子用功修行的时候, 你令后所生, 转更名声。 就是刹挪刹挪的这么生起。 你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智慧光明就强起来了。 那么这样说, 你前面的远比所致烦恼是断德。 能断烦恼。 这底下是令你的智慧光明也殊胜起来。 转更名声。 又既休息, 此作义时, 燕坏所缘, 此作书烦恼。 前面说远比所致烦恼, 是现行。 是烦恼的现行。 后边也, 平行记者说, 就是前面说那四种。 一个沉, 沉调, 烂, 糟。 这四个烦恼。 这四个烦恼就是包裹了一切的烦恼。 那是属于断德的一部分。 现在转更名声, 就是智慧。 智慧也就殊胜了。 又既休息此作义的时候, 燕坏所缘。 在其中作义里面, 有时候燕坏所缘。 就是, 对于所缘境, 有艳离心。 有艳离心。 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美妙的。 观察这个舌兽显现实, 如病。 这个相应有病, 那个病。 病不是好的, 有病。 如庸。 这个病实在是通, 一切都是病。 是通说。 庸就是生疮了。 如病, 如庸, 如见, 如刺, 苦苦无常无恶。 那么这样子观察这个所缘境的时候, 这样观察的时候, 就是燕坏所缘。 原来我们对我自己的舌兽显现实, 因为是很美满的。 因为总是可爱的。 你现在一感觉, 这不是好的东西, 是坏东西。 燕坏所缘, 舌兽烦恼。 就是把这一切的烦恼都弃色了, 都没有了。 这就应该只是烦恼。 也包括烦恼的现行, 但是也深入地消除了烦恼的种子。 是硬持断灭。 烦恼种子消灭了以后, 你叫做断灭。 而这个断灭是保持, 硬持, 能奢侈住不悦。 你只是调服了烦恼的现行, 你不谨慎, 烦恼又来了。 你不能硬持, 你不能保持不变。 要把烦恼的种子也消灭了你, 那就是究竟的泄脱了。 究竟的断灭了烦恼。 这个清净的境界能保持得住。 因此断灭。 令诸烦恼远离相续。 这个时候, 就使令很多很多的烦恼, 远离了你的舌兽现实。 他永久也不再来和你亲近了。 那么就是写脱了。 这个, 修夕此作一时, 是艳怀所缘。 这是努力的修行, 叫加行道。 舍诸烦恼, 你是无间道。 就是烦恼啊, 障碍我们见到真理。 把烦恼去掉了, 我们就和真理面对面了。 就没有, 中间没有间隔了。 厌池断灭, 是泄脱道。 没有烦恼的细胞了。 写脱了。 令诸烦恼, 远离相续。 就是圣进道, 还要继续向前修。 因为断烦恼, 只是开始断了一部分, 不是完全断了。 所以继续要修行。 那烦恼就更远离了。 令诸烦恼, 远离相续。 相续指生命体缩。 或者指阿赖耶识说也好。 或者就是指舍手显现师说也好。 那么就是得到这四种功德。 修止作义, 有这四种事情。 第一个, 硕硕的修习如实作义, 这件事很重要。 然后得到什么好处呢? 第二, 又能远离彼手之烦恼。 这是第二。 第三, 念此作义, 寄予, 令后所生, 转更名胜。 这是第三。 第四, 修习此作义, 此厌怀所缘, 舍诸烦恼, 因此断灭, 令如烦恼, 远离相续。 事故修习, 如实所缘, 诸相作义。 这是第三个结, 结束这一段。 所以说了那么多的作义所缘, 是干什么的呢? 我原来就是为了断烦恼, 增智慧, 解脱的意思。 是扶持由事因缘, 入出净律。 这是修习所缘, 分诸相作义, 能做事事。 这是一颗。 第二颗, 你能入诸定。 这个也是很好的事情。 能使用我们, 入到很多很多的三昧里面去。 能做如实作义, 有这个功德。 能入诸定, 这是第二颗。 能入诸定里面分六颗。 第一颗是入定的因缘。 有什么条件可以入定的? 第三颗, 第一颗, 必要列。 扶持由事因缘, 入出净律乃至由定。 这个菩萨告诉我们, 你要准备四个条件, 好了。 四个条件准备好了, 你又能入出净律。 舍界的出禅。 乃至由定, 二禅, 三禅, 四禅, 由定应该非非想定都可以入。 但是现在主要是这种净律。 哪是容呢? 底下列出来。 为因力, 方便力, 说力, 教授力, 这四个因缘。 这是标列出来, 底下第二颗解释。 分音四颗, 先解释这个因力。 什么叫做因力呢? 云和因力。 未成临近, 入境律等。 就是说, 这个修行人, 他过去, 曾经临近, 入境律等。 就是接近, 临近, 就是出境律, 是个邻居。 你曾经入境, 那个定和出境律是像邻地。 这是这么意思。 它是出境律的邻, 你到了这个邻这个地方, 和出境律就接近了。 这么意思。 你曾经临近的定, 临近的那个定, 其实就是未到地定。 你可以这样说。 那入了, 你能学习那个你, 你就能入出境律。 入出境律就不难。 或者说你, 就是你前一生, 你前一生这样学习过。 学习过, 你栽培了这个舌摩头的种子, 这个定的种子。 以子种子为因。 这个因呢, 有力量使令你入定, 入出境律。 我就这样说。 就是以种子为因。 云和方便利是第二。 怎么叫做方便利。 这个平行记那个说的, 你可以读读, 不那文的, 下面还是有的。 云和叫做方便利, 你为谁不临近呢, 入境律等。 说是, 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我也得不到地定。 我没有入境律等。 也要硕习无间修理, 能入入境律。 然而你要是不懈怠, 你能够有强烈的希望, 我要得定, 我要得到出境律。 那么你就会硕硕地去静坐, 修习止观。 而不懈怠, 无间就是不懈怠。 修理, 不懈怠地这样修止观, 能入入境律, 也还是可以入定的。 这样说, 这个阴历是过去的事情, 不是现在。 这个修习是现在。 现在你可以努力, 还是有希望可以得定。 有精进可以入定。 那么这个方便力, 方便力, 这三个字是个题目。 题目的意思是什么讲法呢? 就是说习无间修理, 就叫做方便力。 就是采取实际的行动, 实际的去用功修行, 那叫做方便力。 这是第二个。 第三, 云和说力。 第三个是说力。 位于境律等争上缘法, 多闻因之乃至狂说。 这个位于就是说, 你这个想要成就禅定的人, 与境律等争上缘法。 就是讲解, 这是指书本子。 这个书本上讲解这个境律等, 讲解境律。 出境律,出三二三三四三, 还是空无边, 十五边, 无数又是非非相定。 讲解这样理定的教法。 这个教法是你修定的增上缘。 我还疑惑这个增上缘, 这个缘是个教。 原来我看了其他的本子也都是缘。 这个教法是你修定的最强力的一个助缘。 这个助缘, 这个法, 这个教法, 还是这个教法。 多闻因此, 你能够多重复的, 或者是不断的去学习。 这个闻就是学习的意思。 你自己听闻, 自己阅读都是闻, 从经典上闻。 因此, 学没有白学, 要把里面的药益也能奢侈住。 究竟说什么? 里面整个次第去学习这个禅定, 你要能够奢侈住。 要是打开本子知道说什么, 合适本就不知道了。 那就是没有能硬持,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不可以。 一定你要硬持住。 等到跑箱跑完了, 盘腿一坐, 这个法门就在你心里面献出来。 这就是你硬持。 我消失消了很多, 一排上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用功, 那就是没有硬持, 那不行。 乃至广说, 不只是硬持这么简单, 还有很多事情。 还有很多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底下周到。 既以词法, 独处空闲, 立诸无方语。 也就是这个修行人, 他自己根据, 这就是经论。 经论上, 有说明修禅定的方法。 你就根据这个水晓的这个方法, 这个法门, 独处空闲。 独处空闲, 这个独, 就是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住在空闲的地方。 住在空闲的地方, 那地方不吵闹。 这个独处空闲, 在这个清静道乱上说的非常明白, 就是一个人, 不可以有第二个人。 那你说的那么讲法。 但是我在想, 可以那么说, 这个独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另外一个解释了。 就是人与人相助的时候, 就像一个人相助似的。 很多人在一起住, 就像一个人相助似的。 那什么意思呢? 不出脑。 谁也不出脑谁。 叫做都。 谁也不出脑谁。 我们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情, 不出脑。 要爱护那个修行人。 他要用功的时候, 不要打到现场。 但是要互相帮助的, 就出现了。 这里有好多人同住的。 你有需要的时候, 我来照顾你。 我有需要的时候, 你来照顾, 互相照顾。 但是要用功的时候, 就像一个人似的。 谁也不打, 谁先插。 这个解释, 你们同意不同意。 独处空闲, 立诸放逸, 不可以放逸。 光思间非常的宝贵。 不能把有宝贵的精神放在没有用意的事情上, 就是放逸。 立诸放逸。 勇猛精进, 自撤而立。 要勇猛。 我不怕困难。 精进地去努力。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用功修行。 自撤而立。 但是因为懈怠, 是余生俱来的。 但那怎么办呢? 自己要警察自己, 不要懈怠。 而立。 努力地用功。 助法随法行。 要按住在法随法行这里用功。 不能退下来。 就算有困难也不退下来, 一定向前进。 这个助就是有这个意思。 由此能入境律等定。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因此。 那么在上这个说力, 就是经论的这个本子。 本子上说到, 这么多的境律, 增上, 原法。 而你能去学习, 能选这个好的地方。 没有潮湿, 也没有那么多的蚂蚁。 也没有老虎。 也没有老虎。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勇猛精进, 知识而立, 诸法随法行。 你就能入境律。 就成功了。 这样说这个说力, 这个说是什么? 就是经论。 这样叫做说力。 云和教授力是第四。 教授力。 其实从字面上那个说, 就是教授的意思。 但是看内容不是那么意思。 教授力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为于亲教, 鬼翻师所, 或于随意欲尊障所, 怀得随顺出经律, 等五少教授。 这个就是, 不是经本质。 不是经论的本质。 而是一个因。 为什么因呢? 为于亲教, 就是你的亲教师。 就是为你受戒的这位, 这个因。 他有担任来教导你那个师长。 或者是鬼翻师。 那我们通常说, 和尚就是亲教师。 鬼翻就是结末了。 诗说, 他们那个地方, 或于随意, 或者说不是亲教师, 也不是鬼翻师。 于随哪一位, 其余地, 除了亲教师, 鬼翻师以外, 其余地尊障所。 他有能力做教授。 怀得出随顺出境律, 等五道教授。 你在这个因的地方, 你得到了一个法门。 他为你讲解这个法门, 你得到了。 这个法门是随顺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等的。 五道教授, 没有错误的教授。 教授是教授了, 还要没有错误才可以。 那么这就是靠阴了。 说是依法, 不依阴, 这个就是依阴。 前面就是依法, 这个就是依阴。 说不依阴呢, 说有惨惯的阴是不可以依。 要诚实的阴还是可以的。 应该这么说。 从此审地, 作义思维。 你从这个因的这一边, 得到了这个法门的时候, 你能够审地, 审地也就是包裹了, 独处空闲, 理主放逸, 勇猛精进, 自车自利。 就是这个意思。 认真的, 作义思维, 也是用功的修行。 能入境律, 既诸余定, 也会成功的。 他这一段文上, 这批音, 《云和教授》里等着, 此说依他教授教诫, 能入注定。 既词说此名, 随信心。 前面就是随法行的人, 随信心的人。 随法行是利根因, 随信心, 随信心就是顿根因了。 顿根因心。 此诵无道教授, 未观清余, 既能乱等。 或一切行皆是无常, 或诸行苦, 或一切法皆无有额, 如是等。 无道的教授。 这是四个例。 四个例。 因力, 方便力, 说力, 教授力, 四个例。 这四个解释完了, 第三个界限。 如是显示, 是观行者。 前面这四个就叫如是。 这样显示了四种观行。 因此四种而有观行。 一个是因, 一个是方便, 一个是说力, 一个是教授力。 为具因力者, 具足了因力者, 这是前生的栽培。 以前的栽培。 方便力者, 是现在的栽培。 要力跟者, 即顿根者, 也与前生有关系。 这两种因。 只要有方便力, 就可以成功了。 扶持有势, 得净律者。 以爱上净律者, 而见上净律者。 善慢上净律者, 是依上净律者。 这是, 只能入诸定里边。 能入诸定。 能做事是第一课。 能入诸定这一课分六课。 第一课是入定因缘。 是解释完了。 现在第二课是得净律者有缘的差别。 得到了定的因, 他还没有完全清净。 他还是有烦恼的。 但是不一样。 烦恼与烦恼还是有差别的。 分两课。 第一课是标列。 有四种得净律的因。 这个烦恼的差别。 有四种烦恼得净律的差别。 就是得净律的因有四种烦恼。 一是爱上净律者。 这个爱是个烦恼的名字。 这个上净律者。 这个上应该是赞叹的意思。 赞叹这个净律是上缘法。 不是我们有欲的因的境界。 是超过了人的境界。 所以叫做上净律者。 得到了上净律, 他还是有爱烦恼。 是爱上净律者。 二是见上净律者。 在上净律上, 他还有见烦恼的。 三是慢上净律者, 有慢烦恼。 第四是一上净律者。 得了净律还有疑惑的。 这就是爱见慢意。 有四种烦恼的不同。 这是标列。 下边解释。 解释里边先解释爱上净律。 但是净律先是真。 是云和爱上净律者。 爱上净律是什么意思呢? 底下就解释分两颗。 第一个是具种类。 未如有依。 这就是说, 譬如有一类的淫。 先闻净律诸定的功德。 得了禅定有三昧乐。 有喜乐。 有殊胜的功德。 或者说是得到神童这么这么的。 那么得到听说这样的事情呢? 心里面当然是希望心。 我不想要做预解的业。 到世界天上的业好。 耳不闻鼻处理方便。 但是咱们也能够听到那个人告诉你。 试净律也是个陷阱。 社会上很多的陷阱。 给你准备的。 准备你往里面跳。 但是陷阱和陷阱不一样。 就是它还有点好的地方。 作用的。 所以还是应该消息。 但是它有一些过患。 你应该处理。 还应该教授你一个方法。 要处理这个试净律。 但是你为不闻比处理方便。 你没能够听闻到。 没有消息到处理试净律等的方便方便。 你没消这个。 便逾比一项健身功德。 那么你就是那个人一项。 就是偏于一面见到这个禅定净律的殊胜功德。 就勇猛精心地去修行。 不知道禅定里面有不如意的事情。 还不知道。 由此因缘入处净律。 由于你贪求殊胜功德。 所以能够勇猛精进。 就成功了入处净律。 或所余定。 或者不止输净律。 初战、二战、三战、其他的定。 如是如意后生爱卫。 这是第二课。 前面举这个种类。 这就是举出这个深爱卫。 就是有好的滋味。 我很欢喜。 好爱着。 那么举出这个种类。 它这个人就是一项健身功德。 怎么样精进就得到处净律量。 如是如意后生爱卫。 像前面这样。 这个人很勇猛。 它成功了。 但是你入定以后, 它对这个定就生了爱着心量。 爱着这个定。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叫做爱上净律。 这样意思。 爱上净律等着。 未如有意于上净律。 闻说喜乐。 妙乐寂静无动。 明闻净律逐定功德。 上净律。 闻说喜乐。 喜乐是初禅二禅有喜乐。 妙乐就是第三禅。 四禅就是寂静无动的功德。 明闻净律逐定功德。 而不闻彼。 如病如荣如见等诸行过患。 不知处理。 这些是三乃至五神之四空定。 也还都是如病如荣如见等诸行过患。 还有这种过患。 过患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处理。 世明不闻处理方便。 由是因缘勇猛精心求如比定。 既得入仪而生爱慰。 世明爱上净律者。 这爱上净律是这么意思。 云和见上净律者。 这是第二课。 见上净律分两课。 第一课是真。 怎么叫见上净律呢? 提下解释。 第一课是具种类。 未如有一类人。 从智师所。 从他自己的师长。 或者是和尚二十历。 或于师所。 不是和尚二十历。 但其他的尊重。 尊扎。 文诸世间皆是常长。 这师长告诉他。 世间都是常诸的。 不是无常的。 这个意思。 和前面也有提到。 如是方便入出净律。 乃至有定。 详细解释。 这也是看批询记。 文诸世间皆是常能者。 如前已说。 既常论者。 不如李作义有十六课。 这是第五课。 破额论的后边就是既常论。 既如是见利如是论。 额继世间皆是常咒。 非作所作。 非画所画。 这是前面的文。 非作所作。 也不是自己做的。 也不是他人做的。 非画所画。 这个画也不是翻天。 也不是自在天说。 他们能变化的。 也说变化的。 乃至是广说。 这是六卷四五页有说。 今虚比见。 古作诗说。 叫做。 说是世间皆是常等。 如是方便入出净律。 乃至有顶。 这个没有完全是下面说的详细一点。 能得清静。 卸脱处理。 你要能入着舍戒的净律的禅。 你就能得清静。 怎么叫做清静呢? 能卸脱欲界的烦恼。 能处理欲界的生死。 是彼此见勇猛精勤。 得到舍戒定了。 能得清静。 卸脱处理。 能见一切法。 世间都是常这些事情。 于是乎你勇猛精勤的修行。 由是因缘吗? 入出净律。 或所预定。 这是具种类。 第二个明笔见。 先准备职成等。 如是如仪。 像这个人这样努力的修行。 得到舍戒的净律量。 入出净律。 或所预定。 能至意念过去多节。 能至意念过去。 就是许命通了。 它能意念过去多少节。 或者二十节。 或者四十节。 或者六十节。 虽生世间, 谁就研发出来一种见解。 神明的俄纪世间皆是常等。 看见我, 是常, 世间也是常。 俄纪世间皆是常等。 是一份常论。 这是那一段问题。 从定其矣。 既于此见见之不舍。 它从禅定里面出来以后, 它就对这个常见见之而不其舍。 所以就是既常论者。 这可见不是散乱心直遭世间时常。 这是说得道舍皆定。 它直遭世间时常。 它不知道生世轮回都是无常。 福于后世、神思、神律。 这是第二课之处理。 明笔见这一课分两课。 第一课是智常。 第二课是智处理。 福于后世。 这个修行人得到了出境律或者余定。 它充定出来的时候, 神思、神律。 就是很深刻地去思维、去考虑。 神地的观察。 其实观察和神思、神律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说是有我浅身地不同。 一直可以这样说。 唯有此故当得清净。 写得出力。 神地观察的结果就是, 你成立了这个定理。 就能得到清净。 得到协托出力量。 得到这样的好处。 那么这是见上景律。 这个批询记上有个不同的解释。 福于后世。 神思、神律。 神地观察等者。 至终一显比见。 唯似邪子。 而不能得清净协托出力的。 故于后世。 福更神思、神律。 神地观察。 为他能得清净协托出力。 见地诸圣, 摘不如是。 要是佛教徒啊。 得到出国的圣音是见地了。 出国二国以上的都是见地。 这些圣人的价格不同。 是正现观仪。 就是他得到清净无分别的智慧以后。 得到出国。 得出无声发音的时候。 比喻后世你不需再观察。 就是身心是如此的。 所以这个和外教徒不一样。 这一如《秘经》《圣一地相品》里面说的。 《圣一地相品》有提到这件事。 云如何曼上净虑呢? 就是啊。 这个。 云三。 曼上净虑。 一毛一是真。 未如有意文如是明。 未如有一个人在底下解释。 具种类。 这个人听说啊。 如是明。 朱长老等。 这样的名称的长老。 朱长老不止一位。 等。 入出境律乃至有点。 他们这些人呢。 用功修行啊。 成就了出境律。 第二。 第三。 第四境律。 乃至非非想定。 文士是一次。 这个人听见了这件事以后。 随声焦慢。 他就随声焦慢心了。 所以笔记呢。 说那个人我认识嘛。 他得到。 四三了。 四空定了。 那个人很平常。 没什么了不起啊。 他能入定。 我也能嘛。 我夫何缘而不当入你。 他能。 我更能了啊。 这甚至焦慢心。 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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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此此慢。 勇猛精心。 由事因缘入出境律。 功德很大。 这个高脉心使令他成功了。 也是不错的。 这个高脉心这个烦恼。 但是烦恼也有功德。 如事因定律。 既所余定。 不止是书经律。 还有其他的定。 这是说种类。 这是第二颗。 先比慢。 第一颗。 既等。 如事入以后生焦慢。 就这样成功了以后。 心理生焦慢。 这个焦慢是什么呢? 他能入定。 我也能。 我和你一样。 这是既等。 或入定以。 第一。 做事实为。 为何能得? 如事净律。 这第二颗是既。 圣。 我超过你。 你不能入这个净律。 于不能得。 但是这样子执照。 是彼此慢。 浮于后世。 于诸净律。 深思深律。 深地观察。 这第二颗名诗。 说明他的过世。 彼此慢。 他根据他的焦慢心。 高慢心。 浮于后世。 就是得了定以后。 又欲诸净律。 对于他所成就的净律。 神思神律神地观察。 是不是我得净律你。 再注意观察观察。 是个意思。 在批询记。 彼此慢等者。 持终一显。 由慢为一。 就是由了交慢心。 由高慢心。 由高慢心来发动。 欲诸净律。 所以正德。 发动修行。 就是成就了注定净律。 而不圆满清净。 但所得到的律。 所得到的净律并不圆满也不清净。 显白。 显白就是没有误言。 事故说比浮于后世。 神时神律神地观察。 这是这样的意思。 云和一上净律这是第四课。 一上净律分两个。 第一个正。 怎么叫做一上净律呢? 这底下嘛。 第二个解释。 第一个举种类。 未如有一种人为心暗顿。 性者心也。 就是他这个心暗顿。 不明。 这个智慧不够。 就是暗。 而持顿。 虽然有一点了之。 但是慢。 持顿。 本常要习色魔陀行。 虽然这个人是暗顿。 但是他从本以来。 他常常地。 就是要习。 欢喜。 欢喜。 学习色魔陀行。 欢喜静坐。 修色魔陀寂静其心。 欢喜做这个事。 由此因缘如初净律。 他成功了。 获处于定。 如是如意。 服于上定。 亲友方便。 这是第二个。 明比一。 这个如是如意。 所以这个唯性暗顿的这个人呢。 他的意志还是很强的。 他入了初净律。 入了第二第三第四净律了。 呼吁上定。 他又能高过这个四净律的定。 亲修方面。 就是亲亲的努力去修行。 为德为德。 为了成就。 没得到的功德。 而继续努力。 什么功德呢? 与师生地亲修现观。 这就是佛法了。 苦祭灭大师的亲修现观。 精进不懈怠地修这个现观。 修这个苦空无常无恶的这种智慧。 性暗顿固。 不能竖征圣地相关。 因为他的心暗顿的关系。 他不是容易很迅速地就得到出国了。 不能竖征圣地相关。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都明为。 他那个清净的智慧。 无恶的智慧都明为现观。 不能竖征圣地相关。 由此因缘予予所证。 别生疑惑。 他说我自己想要的无恶的三妹。 很久很久不能成就。 由此因缘予予所证。 除了无恶的四种现观之外。 有恶的定。 对于有恶的定。 也就是他所证的四禅四空。 他变成疑惑了。 说我要想修无恶的现观。 很久都不能成功。 那么这有恶的四禅八定。 我成就了吗? 这就是以此疑惑。 也就变成疑惑。 以此疑惑你浮予圣境。 神思、神律、神地观察。 所以他又还继续努力。 他不退下来。 还是神思、很认真地去思维、去考虑。 神地地去观察这个数远镜。 以此疑惑等着。 之中亦显疑惑为一。 于诸世间境律也随以证得。 所以哪一个境律他能成就了。 一切都是清净了。 而于除世境律不善修习。 事故说必浮予圣尽。 神思、神律、神地观察。 这个疑惑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疑惑不是一般的那种疑惑。 扶持云和爱为净律相应净律等定。 为有顿或贪心固。 我烦恼多固。 比为得稳出净律等所有功德。 这是第三课。 爱为相应等别。 这是第三课。 第一课。 第一课。 入定因缘。 第二课。 得净律者有缘差别。 这两课解完了。 现在第三课。 爱为相应等别。 得了禅定有爱。 爱着心。 爱着心与他的净律相应等。 还有其他的事情。 那么这里边分三课。 这是第一课爱为相应净律等定。 又分两课。 第一课是征。 第二课解释。 解释又分两课。 第一课是具种类。 前面这是征。 等一下。 未有顿根这第二课解释。 也就是具种类。 未有顿根因。 这些根性不是那么利。 或贪心固。 或烦恼多固。 或者他这个顿根因他有烦恼。 就是贪心一直在活动。 所以就是贪心固。 或烦恼多固。 或者贪烦恼很多。 不断的升息。 或者有其他的烦恼。 也很多固。 必为德文出净律等所有功德。 所以这个要顿根因。 他只是听德文了出净律的所有的功德。 广说如前。 爱上净律。 先前面说的。 这是具种类。 第二课。 除爱为。 先略标。 于上处理不了之故。 他未能够听闻处理的方便法门。 所以他对于处理这件事不知道。 辨生爱为。 他只是爱着所得的定。 练着兼注。 就是不舍。 练着不舍。 很坚固的。 执着心很坚固的存在在那里。 住在禅定里面。 还是有这么多烦恼。 这个烦恼多顾者呀。 为贪嗔慈慢。 寻思烦恼。 种种分异。 虽然现行。 明烦恼多。 明烦恼多。 是烦慢多。 应该是烦恼多吧。 其所爱为。 当言以除。 其能爱为。 当言正入。 这是第二课。 或是别简。 简别一下。 究竟怎么叫做爱为。 其所爱为。 当言以除。 其能爱为。 当言正入。 其所爱为的就是定。 就是净律。 其所爱为。 那么这个是爱为的时候。 你当言以除。 当应该说。 它从出产里面出来了。 出来了。 其能爱为。 当言正入。 这个能爱为的心。 这个爱为是在能。 在心这一方面。 那么心里面有爱为心。 能爱为的是心。 这个时候。 它一有爱为了的时候。 它不是在禅定里面。 是从禅定里面出来。 才有爱为。 所以说。 当言以除定。 其能爱为你。 当言正入。 入于能爱为的心情里面去了。 这样就是在禅定里面不爱为。 这个不爱为的心。 从禅定里面出来。 入于爱为里面。 就是有爱为的。 这个次第是这样子。 看这个文。 其所爱为。 所以当言以除等者。 绝宰分说。 略由三项修等至者。 爱为等至。 为或正德等至。 除以即为清净。 可心可乐。 可爱可意。 随念爱为。 或为正德。 这得解释这个意思。 绝宰分解释这个文的时候。 要由三项修等至者。 有三种相貌来修等至。 修这个禅定。 是爱为等至。 爱为定。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为或正德等至。 或者这个修行人。 他已经成了这个。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了。 初以。 他一正德就是入定了。 入定之后。 初定。 从禅定里面出来。 初以。 即为清净。 他指着禅定是清净的。 可心、可要、可爱、可意。 可心、很可以欢喜、很可以爱饶的。 他就随念爱为。 所以他的念心总是对这个禅定有爱为心。 或为正德。 或以正德。 未来爱为增上礼物。 那么要为正德。 那当然还没有爱为。 正德以后才有爱为。 或为正德。 或为正德。 他就是要将来才能够有爱。 正德。 那就是爱为。 就是或为正德。 或以正德。 以正德。 就是在以前已经正德。 或是到未来的时候才正德。 要在简单的解释。 以正德是过去。 未正德是未来。 那么现在正德。 这分成为三个时期。 可这文上说呢。 或以正德。 未来爱为增上礼物。 这就是通于未正德。 也通于以正德。 那么还是说未正德。 因为未正德。 所以对禅定的爱为是在未来。 还没成就。 正上利固。 虽然未正德。 但是他对禅定。 严加赞认禅定的功德。 他这个希望性很强。 他是爱着禅定的职位。 这个力量很强大的。 所以增上利固。 追求信要。 他就努力地去追求禅定。 就去努力修行。 追求信要。 特别的欢喜。 我要得定可怎么样的欢喜。 这样子。 很努力地用功修行。 心情很快乐。 儿生爱为成就了禅定的时候。 就是有了爱为心。 或以正德。 即为清静。 或者是已经成就了禅。 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他就知道禅定是清静的。 是可信要的。 乃至广说现行的爱为。 他对禅定是有爱着心。 要从定处可生爱为。 但是爱为不是在定里面。 是从定里面出来以后回想所入的定。 这个时候心里面就生出了爱着心。 要正在定,我要爱为。 要正在禅定的时候是没有爱为。 这个有这么一个意思。 禅定是喜乐。 第二谈是内敬,喜乐一心。 正念正之舌,乐一心。 这个里面爱为是在除定以后的。 要正在定,乌有爱为。 言爱为者,未于世中变成贪着,就是爱为。 灵本六十二箭五页。 鉴于此中说说爱为,既能爱为,随应当之。 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象。 在禅定里面没有爱为。 在禅定里面没有爱为。 除了禅定以后,回想这个禅定才有爱为心生气。 不过在禅定会讨计判,试试图和画面像。 我看在看这个禅定是没有爱文, 我看这个禅定。 我只不得画的禅定。 但最恐怖的禅定是,因为是在比较习近的禅定。 我看这种禅定。 巴是说的禅定。 出来几个问题 由常佛法师告诉我 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 一 居士就是没有出家的孩子 他没有出家 但是他在修习佛法 他也静坐 他在居士也一定是受戒了 或者是受五戒 受八观摘戒 或者受菩萨戒 也受戒 那么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学习佛法 也一样的去静坐 修旨观 所以这样子可以 是否可以吃法师煮的饭 这个法师就是出了家的法师 出家的法师他煮的饭 那么这个居士他可不可以吃呢 是否可以接受新唐法师的服务 那么这是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底下也就是还是这个问题 肖院所抱持的是什么态度 请明确公布 公布之后 请法师不要在私下说 这个地方可能是落一个字 应该说为在家通宵服务 就是饭戒 你可不可以说这句话 这个第三个问题 请问这里是大乘佛法的道场 或是圣文城道场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应该以菩萨道为主 你或是以圣文界为主 你或是以圣文界为主 必修戒 必修戒 必修尼戒 还受菩萨戒的 没听说有一个人传戒 没传菩萨戒 只是传必修尼戒 必修戒 沙弥戒 受戒都是受了菩萨戒的 所以我们这里 送戒的时候 也送必修尼戒 也送菩萨戒 那么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这个就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这个大乘佛教的戒 菩萨戒和小乘的圣文界 里边有些问题的地方 在菩萨戒里面有数道 你看这个《返往经》合著 和这个菩萨戒本建筑 有提到有提到这件事 那地方已经也说得很清楚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说这是大乘佛法的道场 应该是这么说 但是出家菩萨和再家菩萨 还是有一点分别 那么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 怎么样回答你 我是星期二 星期二那天早晨 我应该去静坐 但是为了答复这个问题 我就没去静坐 我就去翻书 翻书 我没有办辛苦 这个书我是翻到的 这个律上说 你 要为父母 要为度性的忧不赛忧不义 或有病 或戏在欲 看书 持网 是不凡解 这是在牢狱里的人 这个地方 我还有 这个地方有点活动性 或者是我的父母 在牢狱里面 或者是度性佛法的居士 在牢狱里面 或者是他有病 他写了一封信 让委托你去转交某某人 但是你要打开看 看书 持网 这是不犯 我的父母没出家 他是在家人 度性 忧不赛忧不义 也是在家人 那么他让我 他写的信 让我给转交 他有病 他自己不能叫 他要我给转交 这是不犯 那么这就是 为在家人服务 为父母服务 不算犯解 为度性的忧不赛忧不义 不算犯 要为他生 或为病 必求 持经 持书 往犯 也不算犯 这是 除家人 为在家人服务 不算犯解 这是开源的 另外是复制 红一律师那地方 是复制 附带的 自己 必求 就吃他书 网不看者 图记录 就是别人 那个人 委托你 送一封信 到另一个地方去 但是你没有打开看 你就给送你 犯戒了 犯戒 要打开看 这里面有这件事 这是一个 这个智力界 你必求为白一座信实 就是必求为白一座信实 就是通消息 你给他通消息 你放戒 这一座信实 是必求不可以亲近国王大臣 你亲近国王大臣有很多的问题 过去时代和今天一样 今天和过去时代一样 政府的高官看似是很荣耀 随时会垮台的 随时都会垮台 我看那些随文帝 随文帝 唐太宗乃至到汉高主 就是历代的皇帝 他所重用的文武百官 那要是有了功劳的时候 国王会很荣耀他 怎么这么的奖赏和升官 要是不对了 立刻就会杀头 我在历史看这些历史上 很讲到阴世界没有意思 很没有意思 那么你要亲近他的时候 亲近国王大臣的时候 那么这政府里面各式各样的变化 就疑惑你有关系 所以这个国王把某某人杀掉了 跟那个必须有关系 你这时候还聊得 如果要是对你有这个疑惑 你受得了 所以你不要和他来往 不亲近国王大臣 那么这是这样的 这个戒 这么说到 就是字这条戒的意思也是在这里 所以说言与人互相帮忙 这是没有关系的 说说我徒弟有病了 我就给他包药 这也是对的 说我有病了 我徒弟给我包药 那也是对的 说我不是徒弟 你是我师兄弟 我也可以 你不是我师兄弟 我也可以帮你忙 言与人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糊了一点 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 不是事 应该是很容易相信这件事 很容易做到这件事 这是一个地方 那么现在这个文上也是律上说的 这个第四 这个四分界 这个第四分说 不应为白衣替法 再见言他还替法 我们不应给他替法 但是你这里说 除欲出家者 他要出家 就可以给他出家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出家 他就可以学习圣道 所以可以给他做这件事 是不是 那么我们这里面 虽然有些人还没替法 但是将来就会替法了 他现在没替法 但他在这里是消息圣道的 那么我们去帮他 其实我们也并不是 是专为他做饭 我们说 不是专为他做饭 为大家做饭 他是其中的一份就是了 但是他也是学习圣道的 那不是很好吗 应该欢欢喜喜地为他服务 因为他学习圣道 他将来是阿罗汉了 是法无上无地心的菩萨了 或者是佛了 我现在为他服务不是很欢喜的事情吗 很可欢喜的事情 很可欢喜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说 就是这句话 不要说为在家同小服务是犯贱 这句话不要说 这句话不要这么讲 这么讲是不对的 我因为不要这么讲 应该欢欢喜喜地服务 这是一样事儿 我另外我有一个妄想 释迦牟尼佛乃至到阿弥陀佛乃至一切的佛 现在不要说 我们就简单说 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 念到一心不乱或者没有一心不乱 但是你命中是心不颠倒 阿弥陀佛会来接引你 但是你还没替法 你还是在家人吗 或者是在家居士 他不是毕丘 阿弥陀佛来不来接引他 说阿弥陀佛你不可以来接引 他是在家人 可以这么说吧 是不能这么说 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 这是说阿弥陀佛 说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佛 那么这个世界上释迦牟尼佛来了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出家了 出家了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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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来着干什么来了 是来度化众生的 要用戒来说 佛就是为这一切没有出家的人 为他们来服务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为这些债人来服务的 服务的同时他有变化 所以这个人落法了 那些人没有落法 但是也得圣道了 所以你要是用律上这个话来讲 那释迦牟尼佛他不应该来度众生 你不应该为债人服务 可以这么讲吗 不可以 那么这律上说 不可以为白衣替法 我们把这个道理推而广 不可以为债人服务 你这句话说的也是对 那么为什么说他要出家 为什么可以给他落法 这话意思就是 要他是修校圣道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为他服务 所以用这个道理来推而广 我们现在各位同学 出家也好 没出家也好 我们都可以服务 对不对 对不对 就道理说得通吧 我感觉说得通 我感觉说得通 我们在看 我看了这个 现在是9点20 还说啊 我看那个常不清普社品 常不清普社品 他那是更厉害啊 不但是见着 避求避 你磕头啊 见着又不善又不一代 就才去磕头 他那个心情啊 和一般的心情不同 什么 他因为你是佛啊 你能够行普世道 你将来会做佛啊 他心里面因为你是佛啊 然后给你磕头啊 这其实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从小乘的经律上啊 从那个你多义成的去思维里面那个义 从大乘经论里面 经律论里去思维那个义啊 这里面就会有 就不同了啊 这个开则吃饭就不同了啊 所以我也和各位同小建议一件事啊 建议什么呢 你们各位啊 欢喜学历啊 我非常的赞叹 非常赞叹这件事 但是啊 你对于磕啊 只是知道一少分 所以我从头一直到最后 我都听讲过来 你还是知道一少分 像我们现在学医学时 都以夫如是 从头至尾 完全学了一遍 还是知道一少分的人一样 不熟啊 不纯熟啊 应该知道的还没知道 学历也是一样 你如果听律师讲过 我学过 我知道 实在知道的很少 你不知道里面的意义的变化 还是不明白啊 很多还不明白啊 所以尽量的自己低头一点 牵扬一点 不要随便指着 你不对 你犯戒了 不应该这么说话 不应该这样说 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可以生疑 我看见有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再次生疑惑 可以提出问题 提出问题 可以去问 问一问这个律师 问一问 人家有研究律很多年了 他知道很多很多事 并且熟 你可以向他问 看他怎么意思 应该这么样可以 不要轻易地去指摘别人 不对了 不要 不要这样 你看我们在律上有五德 有五德 其中有什么五德 有见罪 有五德 别人有不对 就是他不对 你不能轻易说他不对的 你要知道 你看佛是大智慧人 所以告诉你要举人罪的时候 你要去指五德 不是轻易就说不对的 不应该这样 你轻易说就引起很多问题 这是不对的 结果 看出来我们不够稳重 不够稳重 我以前说过 在我们初战院和战院有时候有相同的事情 初战院里面有些人有大智慧 也有人智慧不够 战院居士以复受识 也有大智慧 也有智慧 清晓得 我们一时的轻浮 将那个居士看见 他嘴可能没有说你 但是他心里面给你划分数量 所以我们尽量稳重一点 说你不对的事情 马上收回来 想一想的 再说 要是有的 而洪毅律师不是 洪毅律师在战山 曾经说 学律是律集 不要律别人 尤其是现时代 更不能这样做 所以稍微牵涨一点 对这件事就可以避免一些烦恼 避免引起一些烦恼 应该是这样才好 好了 打眼镜了 这个问题 明天再说